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我是主持人崔氏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北京時間10月24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香港特首李嘉超上任後首次赴京述職 在10月23日和22日分別受到習近平和李克強會見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23日下午在中南海 營臺會見北京述職的香港特首李嘉超 公務院副總理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 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辦公室主任丁涉長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君在場 特首辦主任葉文娟也有參與 官媒視頻報導顯示 習近平會見特首李嘉超時 兩人先除了口罩合照 之後兩人繼續沒有戴口罩對話 習近平在會上肯定李嘉超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並說一國兩制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要求香港廣泛開展國際合作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公務院副總理李克強22日在中南海紫江國接見李嘉超 出席的包括主管港澳事務的副總理韓正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不過中央央視和新華社時間一天才做出報導 央視新聞聯播報導說 李克強在會面時說 北京將堅守一國兩制 落實愛國者治港 並敦促港府未來的工作 偏向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的地位 以及打造國際科技中心 李克強還談到 中港兩地普遍關注的通關問題 李克強表示 隨著大陸疫情防控變化 有關方面要抓緊溝通協調 推動中港兩地人員往來 逐步恢復正常 外界注意到 李克強這次中南海述職 與上屆特首林鄭月娥入京有所不同 其一 習近平在會面時 沒有再坐上被人俗稱的龍椅 台面鮮黃色的皇帝杯 也由兩個變成一個 其二 李家超沒有像林鄭月娥一樣 在同日獲集李接見 而是分兩天先後進行 中共官媒雖然在報導中 維持了習先李後的信罪 但李克強與李家超的會面 未獲官媒當日報導 對此 中國事務評論員林和立 向法國廣播電台表示 中宣部不想李克強提出風頭 因為習近平配受疫情問題困擾 威嚴受挫 不想其他人 尤其是非習派人士 搶到太多光芒 但下任總理大熱人選李強常未上任 故只能給李克強 拿到最後的閃光燈 至於李習婚日接見特首 一般建制派的估計是疫情的關係 自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持續錄得人口減少 人才流失問題嚴重 港府23日舉行記者會 宣布在下星期三 將展開具體措施 落實特首李家超 在其首份施政報告提到的 搶企業搶人才 政務司長陳國基表示 至28日起 將推出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 接受世界各地網上填表申請 在申請人交齊資料後 4個星期內 政府可完成審批 他預計3年內 每年至少可以吸引3.5萬名 逗留香港超過12個月的人才 勞工和福利局局長孫玉瞇 介紹香港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指除了年薪超過250萬元人士外 還有世界頭白大學的畢業生也可以申請 並說高財通的學歷要求是香港獨有的 被問到如何挽留本地人才是 孫玉瞇應用 本地人才是香港的根和本 海外人才只是補充 他強調港人有天時和地利 呼籲他們留在此發展 搶企業方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 當局已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目標是至2025年間 要招攬最少1130間企業 當中要有約100間龍頭企業 有傳媒問 會否擔心地緣政治和外國制裁 影響外國企業來說 陳茂波說 香港很獨特 在一國兩制下 法律制度與大陸不同 香港近年出現移民潮 各行各業人才流失嚴重 特首李家超在10月公布的 首份施政報告承認 在過去兩年 本地勞動人口流失了大約14萬 主力提到要通過搶企業搶人才 吸引人才到港工作 不過外界多質疑港府這舉措的成效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和國際關係學系 前助理教授王偉國23日 對自由亞洲表示 港府所公布的措施欠具體 並未清楚交代搶哪一類人才 搶人才以及究竟是給香港什麼行業 形容做法只是 駕床碟屋 雷聲大 雨點小 對人才來說 欠缺有因 社會政策和公共行政學者 鍾劍華日前說 市民離開香港主因是香港社會環境所致 但政府提出的措施 非針對改善環境問題 更可見政府繼續做很多事 在此破壞香港社會環境 甚至正摧毀未來的人才 質疑如果社會環境差 你如何留人才呢? 另外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今年10月在Facebook發文提及搶人才事 奉獻長輩他們 要接受新一代不再以金錢智商 單純以錢字已經無法挽留他們 曾俊華表示 有時我聽到有些人說要搶人才 以為用錢就可以搶到人才回來 我都會翻一翻白眼 在這個時代 不要再這樣思考 現實會跟你說是搶不到的 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帝母歐盟作為國安案件辯護 港府在律政司三次敗訴後 向中共人大提請釋法 遲遲美國北京回應 據港媒23日說 北京已經拍板決定釋法 但需時間研究釋法內容 據趁北京媒體《星島日報》 《大旗盤專欄》文章說 過去多個星期 經過一番討論 據聞北京已經拍板釋法 但需要時間研究釋法內容 預料本月27日舉行的人大常委會 不會討論相關議程 文章還引述建制派人士的說法 指北京今次進行釋法 範圍劃教特首建議圍闊 即不會處理李家超的提請 而是趁機全面檢討 《國安法》實施兩年來的問題 落實二十大報告中 習近平提出的維護國安等相關要求 黎智英和六位《蘋果日報》高層 因涉維港區《國安法》被捕 至今已遭區押超過一年 早前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請英國 遇用大律師為國安案辯護終極敗訴後 特首李家超在終審法院班下判前後 不足三小時 展開記者會表示 將建議人大常委會釋法 要求中共人大常委 就港區《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解釋 李清在《國安法》的立法原意下 是否可允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 律師或大律師 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但在過去幾個星期 人大會議未見有《香港國安法釋法》議程 建制內部也傳出北京未必釋法 香港國安委可自行處理的說法 中共人大常委譚耀宗兩週前說 暫時不清楚北京 什麼時候處理特區政府的請求 但如果要處理人大釋法 十月的人大會議是最好機會 被問到未見釋法議程 是否代表北京希望香港自行解決 譚耀宗又說 他個人認為 如果香港能夠自行解決就最好 二手樓價指數上星期反彈後 這個星期再下跌 根據香港樓價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23號 公佈最新的數值為156.37 岸洲指數下跌1.39% 創於5年半的新低 岸單位大小劃分 大型、中小型單位 岸洲分別錄得下跌1.48% 1.37% 三年累積跌5.99% 14.08% 按區域劃分 局地岸洲和三年累積價格走勢為 港島跌4.30% 跌18.80% 九龍跌0.40% 跌14.44% 新界東跌0.62% 跌10.63% 新界西跌0.05% 跌9.64% 另外 CCL已由歷史高位191.34% 累跌18.28% 而單是今年累跌達15.27% 賺為超過20年最大跌幅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 黃梁星子 這個星期 CCL反映11月底至12月初市況 受月美國議息前 本地拆息急升 增加銀行價值壓力 令樓價走勢進一步向下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1年 Schwester 這張旁 binds 同志 該好 Year 那 伙張